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一开始我奉劝观众朋友 第一个你一定要睡眠够七个半小时 第二希望你一周有三次的流汗运动 非常的重要 现在只有你身体健康才能够继续的 有聪明有智慧照管你自己的钱财 所以从圣经里面先讲一节圣经 诗篇九诗篇十二节 求上帝指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让我们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 趁着今日好好的管理你自己的钱财 好的 我们就马上进入我们第一个阶段 现在观众朋友无论在过去几天 今天早上第一个问题是 这一次跌掉四千点 是调整呢 correction呢 还是进入bell market之前的一个先兆呢 这correction是不是可以避免呢 所以我从第一张图当中 希望回答你心中的第一个问题 让你能够现在先泡杯好茶 我们来讲一讲第一张slide 我定调 通常每一年的一年的开始 都会定调每一年的经济走向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这是过去五年的道中图 你看2016年我在年初的时候 定调是弱经济 那一年是打平的 而且非常难看 欧巴马的最后一年 第二年我讲的是 拐在大饼经济当中的2017年 因为那一年当中 我们的川普总统刚刚投入 五千亿美元 进一步就往上跑 那一年涨了30个percent 2018年一年之后 你当然要检验你的earning 所以那年我说是换档经济 去年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拐点 拐点是turning point往上往下 这一点拐点 刚好在11月的第一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往上跑 但是这是整个过去五年图 事实上并不容易看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第二张图 事实上川普总统的三年半的 他的政绩 除了第一年是大饼经济 投入了五千亿美元 往上涨 其实它有近两年是打横的 仔细看 打横从1月底开始 一直打横到11月的第一个礼拜 然后跟刘鹤第一阶段的中美贸易冲突 有了告一个段落 传闻可能会签了合同 因而往上涨 所以你仔细地看川普总统 他的三年半政绩 除了第一年听到五千亿的投入 其实有两年是打横的 所以先回答 打横的调整 事实上不是从今年2020年开始 第二点 你可以从这张图来看 跟中美贸易关系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但是美国股票的调整 从1月18号开始 到5月18号开始 有四个月就已经开始调整 所以中美贸易是从2018年的6月份开始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事实上美国的经济调整 早在川普总统一年后的政绩 涨了30%之后 事实上从2018年 中美贸易冲突之前 就已经开始调整 所以这是第二点 你仔细要看到 第三点 特别注意到了 礼拜五 就是昨天 曾经股票跌了1100点 最后十分钟往上拉近600点 跌了360点 所以你如果仔细地看到 昨天曾经碰到 24000 近600点到700点左右 这条就刚好是这条线 这条线 就是2018年1月份开始调整的 这条线 我希望我讲了这么多 你心中有一个peace of mind 我就定调 今年 叫做鸡排经济 鸡是饥饿 讲的是美国经济没有动力 排 徘徊 想着美国的经济 全球的经济 疲软 失去方向 所以这个定调呢 只是因着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疫情 让它激化 短短的五天跌了4000点 但是从这张图来看 你可以知道 事实上 整个的调整 已经进入第26个月了 再讲一次 这调整 已经进入第26个月 只是疫情 是一个导火线 疫情 是整个鸡排经济 2020年 危机四伏的 其中的一个导火索 因而激化了 它是一个cathlet 它是一个催化剂 让你短短的五天之内 你睡不好 吃不好 大可不必这样 从这张图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也不是中美贸易关系 其实也不是疫情的关系 事实上 这一段的调整 已经从2018年 1月份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再回到我定调 今年是一个鸡排经济 但是多加了四个字 危机四伏的鸡排经济 危机就是一个转机 正如我一开始 从圣经的话 提醒你跟我 求上帝 使教我们 有一个智慧的心 让我们数算 自己的日子 好了 那现在呢 第二个问题 这个duration 我们的疫情 该有多久 再讲一次 这疫情影响股市 大概会有多久 我们再来看第三张图 供作你自己的参考 这张图 是2003年 SARS的中间的一段图 SARS之前是911 2001年 市场往下跑 后来爱国买卖股票 就往上跑一点点 后来疫情 从2002年第四季 开始发展 发展之后 1月2月2003年 跟今年一模一样 非常identical 虽然病毒不一样 但是股票的反应 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恐惧的心 比病毒 还更加的感染力 因为你恐惧 恐惧就会产生波动 波动产生不明朗 所以你也可以很理解的 为什么Costco 强民或者是 我们社区里面 有不安的现象 所以从2003年的 1月2月跌幅最大 所以再从3月份再上来 但是到4月份的时候 公告第一季盈云 再往下跌 所以问题来了 我们今年2020年 是以V字型的经济复苏吗 我已经把它排除掉了 可能不是V字型 第二个问题 是一个大U吗 从2003年的经验里面 事实上也不是一个大U 比较难看的W 先上来 再下去 再上来 所以希望Duration of这个病毒 对市场的影响 可能会从5月6月 甚至暑假之后 才会慢慢地恢复正常 从2003年 是中国在6月底宣布解除疫情 台湾事实上在7月跟香港解除疫情 所以可以看得到 事实上可能短的话 三个月疫情 但长的话 有可能两剂以上 而且波动很大 所以你心里一定要有准备 这波动可能是一个非常难看的W字型 所以大U的话 我本人会比较觉得比较可能性有 但是不是太大 可能是一个W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 为什么这一波 我讲的是一个鸡排经济 饥饿徘徊的经济呢 跟下一张图 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张图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图 因为这张图是我画的 所以我非常喜欢 你可以看到10年的 S&P 500的运动图 这个一张运动图 连结到2020年 非常make sense的 第一 你如果观察到的话 每一年的5月6月开始到7月 都是股票往下的 你看看 从20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年 另外 18 19 今年有可能都是如此 第二个观察 你可以看到这张图 每一年的暑假 都会降息 降准 QE1 QE2 Operation 3 11年 3 QE QE Unlimited 撒钱到底 你如果注意的话 注意的话 刚刚的那几张图 我们从去年2019年开始 当市场开始打横的时候 美国的利息 已经进入倒挂 所以这个也是让你有peace of mind 市场的调整 不是倒挂 从现在开始 昨天为止 10年债券 是破历史的低点 1.1% 意思是就是 Bund price大涨 大家 有一点点 panic 这个panic VIX45 还比金融风暴2008的70 还要低 近三分之一 到一半 所以还不要到恐惧的地步 重点是 去年利息已经倒挂 所以我想讲的这张图 到现在为止 我们又看到利息 又倒挂得非常厉害 事实上倒挂 从去年开始 就已经倒挂得非常严重 然后疫情的激化 让倒挂利息更加的严重 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可以审视 你家的finance跟home equity loan 第二个 从这张图里面 你也可以观察到 有可能 有可能 美国联储局会持续地 提早地宣布降息 因为已经回到过去十年的 这张整个的运动的mole 它这个整个的情绪 就是降息降准 而且欧洲的经济不好 日本根本是可能铁定进入衰退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欧洲不好 日本不好 中国第一季GDP 如果不到三个percent 我们美国要保一 都非常的难 第一季 所以降息降准 从这张图里面 就可以看到弥端 所以昨天 power在最后三十分钟讲 它不惜采取任何的行动 帮助经济恢复恢复正常 意思就是说 有可能 持组地降息降准 如同这张图一样 如同这张图一样 你如果贯注现金 股票就有可能继续往上跑 也帮助你自己的买房子 甚至重新贷款 从这张图里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 另外一点 我要来谈谈的 就是全球的利息问题了 所以降息降准不可避免 那这张图呢 更是非常精准的点名 全世界的 现在的经济利息状况 红色的 都是负利息的国家跟地区 第一个ECB 整个欧洲共同体 大概二十几个国家 都是负利息 第二个地区 日本 日本的负利息 已经是二十年了 所以我当我定调 2020年是一个鸡排经济 重点之一 就是全球的日本化 什么叫日本化呢 日本化就是经济的动力低 GDP非常的低 第二利息非常的低 都是负利息 第三个消费的动力很低 你看日本是持续的 十一年十二年 整个的到 到supermarket去买的物价指数 都是负的 我刚从德国回来 我也可以看到 德国没有经济跟消费的动力 所以你都可以看得到 第四个 经济的日本化 还有个特点 commodity price很低 你如果注意到 你如果注意到的话 过去三年 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 全球的金 银 铜 铁 当然金最近的比较反弹一点 都是跌的 由跌到46块 45块 有可能持续的跌破 40块钱一桶 意思就跟我们讲 全球的经济动力非常的低 消费的能力低 GDP低 Commodity低 利息 也一样的 有可能日本化的低 就是负利息 这种情形的话 你可能也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本来这个运动的 是有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持续的能够激化 所以激化之后 你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因而进一步 你有恐惧的现象 所以你一定要得着上帝智慧的心 不然你心中就会失去方向 甚至失去平安 最后我用一张slide 希望给你无限的希望跟盼望 就是我在年初的时候 讲到今年的经济 就是Goldilocks Goldilocks是一个百年美国的童话 那就是Goldilocks 这黄金小女孩子 金法 进入森林 准备要去看她的外婆 不小心肚折 到一个大树的房子里面去 在大树的房子里面去的时候 她刚好看到桌子 跟她的身材一样 有东西吃 她就上桌吃东西 那床铺 她吃完了 想睡觉 躺在床铺上面 床铺也刚刚好size 这种情形 华尔街引用过来 百年的童话 意思就是说 她的高低跟这个房子 刚好是这个小房子 三只熊住的地方 不是太热 有inflation 也不是太冷 有resection 也不是 就是刚刚好 just right neutral 所以我用这张图 来反映 今年2020年的经济 我知道你过去一个礼拜 并不好受 但是我先给你铺个点 这个mole 是回到过去十年的mole 利息低 动力低 所以降息应该会如此 第二 现在的inflation没有 所以不会涨利息 所以意思就是说 当经济的动力不够的时候 降息降准 是美国的唯一其中的手段 所以刚好是 脾级太来 Goldilocks 所以有可能是一件很好的消息 希望在这段波动当中 你得着上帝智慧的心 有平安 应对的中间非常难处理的问题 再回到我一开始第一分钟讲的 你要睡得好 七个半小时 第二 你一定要每一个礼拜 三次流汗的运动 第三 你应该每一天照三餐来吃 你自己的免疫能力好 自己康健才会抵挡 趁着有今天 有living trust 趁着有今天 好好处理你自己的理财 还有你的portfolio 就会去找個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